這個疫情大概是差不多 我想如果看中位數是2左右 即是每一個染病的病人 是會平均傳播給兩個他的緊密接觸者 即是說每一個病人 是會衍生出兩個染到這個疫症的其餘的病人 而引申到是他的疫情所謂doubling time 即是說他需要多久的感染數字會倍增 大概在現在看是一個星期左右 你說這是什麼的啟示 我想很簡單去看 如果看回17年前SARS的疫情 他是跟他差不多 很多人剛才都會看到我們 我也看到在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評論 為何我們不是叫人戴口罩 我們自己不戴口罩出來呢 因為你戴口罩 你是沒辦法說到話 但你一說話你要脫口罩 你脫口罩也是要先洗手 脫口罩摺放在膠袋 然後再要用酒精去洗手 變成了我們要明白 就算戴口罩都要是正確地戴口罩 最後假如其實香港人 大家都知道我們近視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個個其實都有一個輕微的保護 就是你的眼鏡 但如果你說你這麼幸運 不需要戴眼鏡的 可以考慮尤其是在人多劑壁 或者是流感的高峰期 希望可以去看一下配一個平光鏡 這個也都是某程度上絕對不完美 但是可以某程度上保護得到一些飛沫的傳播 但是不會怕餓死的 丁真真真真真真真從來 之後我這樣子 我跟一個筒位置 明天中 我跟一個筒位置 alors你們可以在哪裡 你為什麼 我們的筒位置 你이션